美国篮球界传奇人物小飞侠科比布莱恩 虽然已经高挂金靴退出篮球界 但是他所创造的种种战绩至今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甚至成为下一代的楷模 而同年度颁奖礼胜事儿童选择奖 就颁发布莱恩传奇奖 小飞侠鼓励所有的小朋友要勇于拥有和追求梦想 因为有梦最美 当然最后小飞侠也不免俗地接收了这个儿童颁奖礼的独特祝福 有些东西要注意到 当你有梦想的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到 是那些人在那里想要破坏你的梦 你不能让这事发生 这是你最大的挑战 所以我挑战你 要有梦想 去追求它 跟所有你都要 和成为自己的一切 谢谢大家 我感谢你们 谢谢 这是非常棒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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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主办单位最后为布莱恩喷上了象征最高荣誉的金色液体 将小飞侠变成了小金人 除了科比布莱恩当晚颁奖礼也颁发了众多奖项 由于这是和年轻一代拉近距离的最好平台 因此不少大明星体育选手和大人物都愿意亲临现场 接受表扬之余也和观众玩闹打成一片